歡迎收看二文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是 行李收得好 出國沒煩惱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就跟我那個朋友出國的時候 他行李收了一大堆 帶那麼多東西到底要幹什麼 你看我 一個登機箱 兩條內褲搞定 你還需要兩條內褲 你這 總要喚喜吧 有啊 你就是正面穿完反面穿 反面穿完正面也乾啦 再穿回 你是不是有我在當兵 好嘛 那你這樣頂撞他之後 他怎麼樣嘛 他怎樣你知道 他講了一句話之後 就把行李放在地上 我只好乖乖的就幫他收了這樣子 他說他這輩子要離開你對不對 不是 他是講說 好啊 不收 沒關係啊 去那邊 嚇壞了 嚇壞了 剛剛誰說嚇壞 真的快嚇壞了 你知道嗎 踩到你底線 我跟你講 他每次去那邊說 卸妝油忘了帶 我們家有大大小小 各式各樣的卸妝油 去到泰國 一直看 好熱 那個防曬乳梅袋 大大小小 好多罐 為什麼不收好行李呢 每次聽你在抱怨你老婆 好療癒喔 真的啊 這是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我知道了 好不好 所以說出國 我跟你講 行李收納很重要 叫我行李收納的達人 我告訴你 怎麼說 我真的很會收行李 真的喔 每一次我的朋友出去 行李蓋不起來 被我一整理完 還控住伴箱 這個也是一種技能 是有什麼好難 你就把東西都丟光啊 不是 而且 你來這裡好 你來 你讓我今天穿博紗會冷 所以今天要來聊一下 出國要怎麼樣收行李 除了收納之外 收對東西也很重要 沒有啦 收別人的東西幹嘛 好啦 你去什麼國家 要帶什麼東西 這個是很關鍵嘛 是的 例如說去泰國 就不用帶羽絨衣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對啊 先去泰國帶什麼羽絨衣 你鉗筆 鉗筆 幹什麼啦 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聊一下 我們今天也請到了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剛對面呢 一個背包就出發 行李從來沒收納 我們的聯合國喜南 出國前許多人 總是為了收行李而困擾 帶太多嫌太重 帶太少卻又少東少西 今天就來搜查新南門的行李箱 究竟裡頭藏哪些秘密呢 這音樂 療癒的音樂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尤其開在那個 不是市民大道 市民大道怎麼了 尤其是開到要往Vegas的路上 有沒有 一片都是沙漠 一定需要一些歌來進行 開著開著很容易睡著耶 真的 需要什麼歌曲 小胖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小胖就可以唱一首歌陪換到我們 是 我剛好最近有出了一首新的單曲 他有點大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出國旅遊是開心的事 但他的歌是叫做如果重來 對 因為你行 現在想做啊 精神不好你 沒有 你行李 行李帶錯 就是應該要重來 對 你知道嗎 如果你少帶了這種東西 你就會很想說如果重來 我一定會想要把什麼東西 放到行李箱 跟他出國想說 如果這段婚姻重來的話 什麼重來 旅辦也很重要 那你聽一下如果重來 對 也許會爭吵 也許會微笑 也許你也跟我一樣 會想起那美好 如果重來 那個時刻 我會給你擁抱 我會陪你變老 我不逃 哇 你好 我知道你很重來 我的新歌 而且是各大婚姻介紹所的主打歌 出國旅遊 真的我覺得要做足功課 不只是當地的一些民俗 風土民情 這個也很重要 不能亂穿 有的地方不能穿太露的 對不對 真的 穿太露會得來大家異樣的眼光 異樣的眼光就算了 比如去清真寺我穿Legging 都被攔下來 會喔 對 所以是有些東西 除了這一些要注意之外 其實當地的天氣也要注意 對 那如果天氣 我沒有注意到 戴錯衣服 那其實是很掃興的有沒有 真的 所以今天我們幾個型男 大家船很常飛來飛去 我們今天就要來檢視一下 大家的行李箱 都帶一些什麼瓜哥 喔 這個題目大家聽清楚了 我們主要就是機場穿搭 機場的穿搭 你們要飛到哪呢 是 大國 法國巴黎喔 那邊那個現代平均的溫度 好像14度左右 然後去的天數就是六天四夜 六天四夜啦 大家會怎麼樣的穿著 好 我們現在造群準備好了 已經要登機了 對的 已經最終電話了 好不好 交群 交群請登機 交群請登機 來吧 交群 你要去哪裡 Yeah 交群 你看人家有搭配啊 然後去巴黎 你看人家的行李箱 就是巴黎鐵塔有沒有 那如果他今天要去蘆洲咧 會 要帶什麼 台北橋的照片 換一張就可以了 可以去大橋頭站拍一張 可不可以 可以 神經病 很有情緒耶你 這個我測的 17 哇 好滿喔 好誇張耶你 這算整理得很好的耶 你要買東西回來嗎 對不對 十 我們要去六天耶 去六天 六天是耶 但是問題你沒有 你完全沒有那個啊 沒有留空位啊 冬天的東西就這麼多啊 可是他完全沒有 留買東西的空間啊 我戴比較多外套 你幹嘛啊 你看看 外套一件就好 你就去買啊 因為你要去巴黎 要拍很多很美的照片 就是要在這張 所以你每天要換 不同的外套拍照 可是就現場買啊 對 他這已經是三件了嘛 四件 四件嘿 誇張 老胡 你內褲才戴三件 幹什麼 喜歡看內褲是不是 你外套戴五件內褲戴三件 你是有什麼問題啊 內褲在飯店洗 然後很快就乾了 就可以乾了 我襪子只戴兩個 然後你還戴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因為 這個很簡易的嘛 可以燙衣服嘛 因為我有戴西裝 然後 你戴西裝 你要去結婚喔 因為我這一次去那個巴黎 要參加那個時裝粥 有這個設定嗎 時裝粥 你廣東粥嘛 你時裝粥 他已經過了 我們好像沒有設定時裝粥 我自己幻想的 自己家庭 所以你就是要去巴黎吃廣東粥 所以我的西裝不能 他順便再去蘆洲好不好 好 所以我的西裝不能很皺 所以我就戴這個 可是這個飯店 你不是也有運走嗎 可是這是真的 這個有一個問題 要直立 這個有一個問題 是我們法國是跟台灣不一樣 法國的電池220 如果你放這個載220的話 你的東西會 爆掉 有個東西叫做變壓器 你知道嗎 因為他沒有戴 現在很多飯店可以借 他嗆你沒有戴變壓器 我平時會戴 我今天沒有戴 OK 我們就是要去那邊 給人家砰 不要亂講 但是其實講的也 尼可提醒的 對 那個變壓器要戴 萬用的 各國萬用的 這個的末術是不是 也有關係 沒有 你脫運OK而已 脫運OK 沒有 因為這一些是不能倒進去 OK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這個 我妹妹介紹我怎麼去收納的東西 所以你是上飛機要吹劍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 這個是因為我媽和我妹很常出 我就戴很多瓶瓶罐罐 然後通常你沒有蓋好 它就會直接弄到你很多衣服 對啊 所以他們 我妹就上網去找了一個方法 就是你用這個吸管 然後你有一個衛生紙 然後用衛生紙放在這邊的時候 你用一個離子夾去夾它 那它熱的時候 它這邊就黏起來 然後它就有玉米虛了 不是啦 它這裡就黏起來 你的保養皮有多一種造型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黏起來之後呢 你這一邊你就可以倒你的 可能洗髮水 還是你的洗臉的東西進去之後 你再夾另外一邊 那你這一天 熱熔腔的道理啦 對 所以你就這一支 你就是一天的用 它就這樣一包 然後就 你就不用帶所有的亭品 可是這個如果你碰到機車的海關 它會叫你拆開 真的嗎 因為它不知道你內容物是什麼 你自己裝的耶 它怎麼知道你內容物是什麼 那怎麼辦 你嘆什麼氣 你嘆什麼氣啊 你罵你妹妹去啊 對不對 還有腳架 這個就是 網紅必備啦 對啊 因為我很常 因為我很常一個人出國 所以我需要腳架幫我拍照 這是我要去 那是你六天四夜的 的行李啦 的行李 對 還OK耶 對啊 看起來還滿多的 算乾淨的啊 你還要帶什麼 那有什麼特殊的 你最好自己招出來 對啊 因為我自己 辣椒醬 因為我自己很愛吃辣 我每一餐都不可以沒有辣椒 所以我通常去很多國家 我都會帶一罐辣椒 然後這一罐是我在台灣發現到 它非常好吃 真的喔 所以我在家裡面堆了大概 五六 五到五六罐吧 我每一次都會帶一罐出國 這是行李 你有吃過嗎 沒有 謝謝 可是巴黎有這個耶 那我可以送你 巴黎有韓國超市非常多間 還可以在當地買椒 可是我怕有時候買到是真的 口味不好吃 對 這個真的很好吃 那你除了會帶辣椒醬 你還會帶什麼 這是我的髮 幹什麼東西 因為要敷面膜 所以頭髮 你知道我們這種有瀏海的 需要 髮帶 你就把它帶起來了吧 我髮帶 這個顏色這樣OK嗎 我覺得你就這樣子 我頭髮就亂了耶 蛤 我頭髮就亂了 就這樣子去機場啊 Whoo Care 加S 你就這樣去機場很棒啊 對 就這樣 那你會這樣在飛機上敷臉嗎 我會在飛機上敷臉 敷臉就算囉 還邊吃無林山家族辣椒醬 怕了吧 我對這個辣椒醬很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你帶去一個地方像巴黎 你嫌他們的東西不好吃是不是 對啊 而且你要怎麼樣 你要帶這個東西去一個廠廳 然後在那個高級餐廳 把那個挖出來放在你的食物嗎 你不懂我們喔 我們都是這個 去吃好吃的餐廳 回來之後就這樣吃泡麵 然後加這個 加這個啦 有時候在飯店吃泡麵 你就可以加這個進去 根本去巴黎 你不會在飯店吃東西嗎 會 但是餐廳那麼好吃對不對 但是好貴 對啊 它整理得很乾淨耶 真的 以男生來說很不容易 只是我覺得 14度戴三四件外套有點過分 是不是 沒有沒有 因為我是零一下14度 因為我是從新加坡來的 所以14度來說 對我們很冷 那你就頂多戴個兩件 很保暖的外套就好啦 那你拍照 你每天就一樣照片啊 對啊 當地可以買啊 就不好看了 對啊 當地可以買啊 去巴黎的 為什麼不當地買呢 對啊 我是怕如果買不到好看的 就有自己有性感 不可能 你身材這麼好 隨便穿都好看 而且他不是身體冷 他心冷 你講的那個困擾是 梁鶴裙才會有的 我又怎麼了 你隨便穿個衣服都不好看了 他護照咧 沒戴啊 沒戴啊 他就是去七場玩而已啊 我們就是來鬧的 怎麼樣 可是你不會把護照 放在行李箱裡面啊 那筆咧 這種東西筆 筆跟空姐借就好了 對啊 而且有一些空姐的筆 是放在胸口的 他就直接這樣 那所以呢 拿上一次無溫的 所以咧 好 拿出來還有溫度 哇塞 保兒有沒有 有沒有專門這種來借筆的 有沒有 超多 他都會 我跟他說稍等一下 因為可能我們胸口上面放的是 我們自己的筆 我們是不能 我們就想要的那一支啊 對 他就會這樣子講 因為我想要回去拿公司的筆借他 可是他們客人就會說 我就是要你胸口那一支 那他會不會說 請借我這支筆 然後就自己拿這樣 可以喔 我是沒有遇過 但是我同事有遇過 喔 真的 直接拿的 後來怎麼處置 如何處置 但是因為那個人是 那個人是不是 右肩上面有些靈片 是紫色的嗎 紫色的靈片嗎 沒有 因為我那個 那個是一個伯伯啦 所以我同事就覺得說 算了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對 對 因為他就是一個 大概六十幾歲的伯伯 六十幾歲的伯伯 你不要這樣 往這邊指這邊 好啦 好 謝謝趙群 好 趙群過關啦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位是 啊 這個小而精美的 就是吳子龍的啦 不是 你不要說巴黎 這個六天五夜這夠嗎 對 太夠了 六天四夜嘛 好輕喔 我兩天一夜就需要這樣子 我也是 真的嗎 裡面要放一些夏衛仙什麼的 夏衛仙 八公斤 八公斤而已 大概就是我平常踢的舉重 八公斤 其實我帶那麼大的聲音位是十四度 因為如果是夏天去 我可能只會帶一個背包 蛤 對 我是 那你一部不用換 你有看剛剛趙群戴多少嗎 我知道 他有戴電腦耶 電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 其實我們都是拿那種 小小的電腦出國 你繼續講 筆記本 如果你們翻得這麼 這是什麼 What's that 怎麼了 你外套都亂這樣子 不是 十四度 這種厚度的夾克OK嗎 十四度那會冷 天啊 但那個是我的睡衣 因為我去哪裡我都會戴睡衣 你穿這一件睡覺 穿睡衣 我會穿這個 對啊 睡覺 你會很寂寬嗎 真的假 睡覺不是都不穿嗎 幹嘛還要穿 沒有 其實我從小習慣就是穿衣服睡覺 你叫為什麼穿外套 很厚耶 你這外套 那旅館應該很便宜喔 對啊 沒有屋頂 我穿就是有限 然後我不像照群那麼的有錢 所以這應該是你的睡庫吧 這是我的睡庫 對 我就是堅持戴 你確定要摸嗎 對 所以睡衣睡庫 你的鞋子 這是幹什麼東西 你襪子弄水壺裡喔 那是什麼 這留個重點來了 因為我其實我之前啊 我有遇過一次就是 我就是我去出國 然後我真的不能帶那麼多東西 但非常的限制我的那個量 所以我發現如果我把 我今天放在裡面 都就是襪子啊內褲 還有那個 這個是維他命啊 如果我把這些東西 放在外面的話 就是會 它會 突出來 然後那個海關說不行 所以我就想到 我要把它塞在這個水壺裡面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帶這水壺 因為我其實 我走路 我出國的時候 我很重視那個要喝水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 所以你把襪子跟內褲放在裡面 然後你再泡水喝 泡來喝 泡來喝 你怎麼不放兩條眼鏡蛇在裡面 再放一些高粒酒 五高粒酒 七七四十九天之後 你把它打開喝 唉唷 蛇還會跑出來喔 不鬧 對 沒有 因為通常海關不會看那麼自信啦 六天四夜你帶衣服有少喔 就三... 因為他不可能單穿這個嘛 對 外天要看毛而已啊 太輕便了 因為其實冬天啦 我們男生啦 冬天在歐洲 那個天氣非常的乾燥 其實你不會流汗 就是那個冬天 所以你一個T恤 或者你可以穿兩天是OK的 然後我通常內褲 跟我自己的T恤 我都會洗 在飯店裡面 但問題你的內褲呢 我的內褲也... 泉水壺裡啊 水壺 我一個水壺 他只有戴一兩件是不是 沒有 我都會洗啊 那請問一下 那你內褲用完要戴回來的那一天 該怎麼辦 OK 那個東西OK 那個...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比較痛苦 但是 我有發現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回台灣 是不是要倒一些生容藥酒了 因為洗完了我還是... 我還是... 我還是放在裡面 可是... 可是我到家裡的時候 我有很多洗碗那些東西 然後我有刷子 其實我每次留回來 我一定會把這個洗乾淨 因為它其實除了襪子 它還有那個維他命C的那個味道 which... 我不喜歡放太久了 欸... 這... 那天啊 還有襪子的味道 有內褲的味道 還有維他命的味道 你沒有聽過有塑膠袋這個東西嗎 欸... 對啊 你為什麼要一個這麼佔空間 不危險的一個方法去嗎 對 而且你那個罐子 就佔了半個行李箱啊 戴水壺真的就是浪費空 你不是戴那麼大 讓它環保 你可以戴一個小一點的嘛 對 或伸縮的那種 而且它那個孔那麼小 它到底是怎麼把所有東西塞進去 那不重要 那個不重要 比較...比較難的是把它拿出來 其實 你也知道 我們也沒有看過這個事情 對 要怎麼拿出來啊 好啦 總而言之啦 送你一首歌 如果重來 欸... 我剛剛有一本 這個雖然都看不懂寫什麼 但是這是... 應該是你的日記吧 這是我的日記 對 因為我已經好幾年 我每天每天都會寫 都寫日記 可是我不會寫... 其實我不會寫白天的 我都寫我的夢 對 我夢到什麼都會寫下來 真的啊 你大概唸一段給我們聽 好吧 大概唸一段 中文 中文啊 你中文嗎 我幾天前有夢到你其實 蛤 你夢到我 有... 真的嗎 有... 那當時我們在... 只是可以唸出來啊 我們沒有... 沒有嘛 那在夢裡面沒有那麼近 請你想一下 沒有那麼近 他剛剛把襪子塞到哪裡 為什麼夢到你 你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在節目 然後你一直笑我 不可能啊 那... 我也覺得不可能 我最愛你啊 那個不是夢 但後來他肚子很不舒服 你就走了 你就跑出去了 就跑出去了 所以你就會把你的夢寫下來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外國旅客 跟台灣旅客的那個 行李差別最多應該是 台灣人會帶很多食物 台灣人出國很喜歡帶泡麵 對不對 零食那些 可是我覺得外國人好像不會 是不是 對 我覺得如果我出... 我出國的話 我其實我故意都不要帶東西吃 因為我真的一到了 我就是想要完全... 融入... 對 融入當地的 應該只有... 韓國人會帶泡菜 跟有一位很奇怪的新加坡人 會帶泡菜 對... 對 其他人應該都不會 那我們就判吳子龍 驅逐出鏡 好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位 也是小巧 等於你是法國人回巴黎了嘛 對啊 所以我不需要那麼多東西 特別是你們說是一個人去對不對 對啊 沒有帶老婆 你是不是很開心 好 太開心 因為... 對 如果我帶老婆的話 我大概需要這樣好幾個的 這個很簡單 iPad 這是前面的 前面的 你有帶這個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整接頭 法國的插頭是這樣嗎 對啊 是這樣的 有喔 我們剛剛還在講說 為什麼老外的包包裡面都沒有 沒有 它要藥品 它有帶護... 隨身的護理包 對 兩個 對啊 然後還有 這個iPad跟iPhone當然的 充電器 還有一些線 還有這樣的線 OK 你看它收得都很乾淨 它感覺就是很工程師的那一種 對 出門出的很習慣 對 你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上一位到底在幹什麼 喔 你看 好整齊喔 特別是 因為這樣你可以check in 對 你不需要 你可以carry on 對不起 你可以carry on 你不需要check in 所以你... 你到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出來 直接都可以上飛機了啦 這個是你的盥洗包嗎 Dorant shampoo 喔 有有有 帥牙的 小小的包包裡面有 我兒子 內褲 好整齊喔 對於你襪子內褲塞水 我欣賞 你就是... 不好意思 你這個袋子在哪裡買 可以多買兩個給吳子龍 我可以跟他說 好不好 麻煩你了 好 可以啊 謝謝 還有帶這樣的 這個是帶子 帶子 帶一點 所以以後可以放 比方說我的髒的衣服什麼的 我也會 很高美喔 但是如果... 剛剛那個人說洗完的 他還又放回水塗裡 這胡鬧喔 這晃密喔 這個是... 魚 魚衣喔 對... 哇 難免有下雨的時候 這個是還滿... 潑水啦 對啊 對 對 對 這樣GOTEX的東西 所以會比較很輕 對 又很小 而且好收納 方便期待 對 法國也是喜歡去露營的 露營 露營 所以我們有一個方法說是 用很多養粽的一個方法 紅粽 所以我們用 那個洋蔥穿吧 不要帶很多很霸的一個 你可以用 很厚的一個你可以用很多 而且胡云蓁你看 她都是用捲起來的 對 這樣子那個空間可以利用的更多 我發現她說那很會 所以如果真的天氣很冷的話 你可以放這樣兩三個 就沒問題 然後... 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褲子 對啊 你看我們剛剛在檢查 上一個的時候 你一直在搖頭 對不對 對啊 上一個 到底在幹什麼 你有沒有一句話 可以送給上面那個人 加油 每帶一樣東西都有想到 是不是可以互相搭配用得到 對 是難錯 而且她的顏色都不花巧 我老婆很喜歡帶這樣東西 我受不了 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枕頭 枕頭 這枕頭一定要戴的啊 受不了 太大了 太麻煩了 對我來說 東西越少越好 我以前也會戴大的枕頭 所以後來才開始慢慢 越變越小 像這一種 對 這個還可以折 有的會認枕頭啊 嗯 它還有帽子 這很好耶 這怎麼弄... 超酷 你戴我幫你 這個我想買耶 這個我也想買耶 這我老婆喜歡 然後但是以後就感到 這很棒耶 這很棒的感覺 很棒啊 超酷 很好睡耶 對 這個稍微戴著 再戴個口罩就好了 OK... 特別是這個你真的 你可以馬上就持續 所以你到的時候 真的不需要帶 你可以馬上出來 真的... 以男生的角度OK吧 他戴的東西 可以... 可是那個枕頭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因為我常常出國 就是... 你那個飛機的那個座位 如果是用這樣子 它後面是比較厚的話 你坐得會不舒服 它會往前啦 壓著...壓著那種平的 背面是平的 對 這個 會有一個 就像那種形狀 我買過好幾個 然後就發現 為什麼都不舒服 然後後來買到那種 我之前也有這一個 然後又被偷了 真的 這平常被偷耶 好喔 謝謝妮可 很棒妮可過關 對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是誰 請問你是有多少個家 就要跟著去啊 對啊 大包小包 這個要離家出走喔 這就是我自己啊 你提一下會不會很重 不重就不離...很重 太多了吧 先...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幫你送到房間 很重嗎 沒有這麼誇張吧 其實... 這沒有那麼重嗎 這個東西我也有準備 這個一定要帶 這個... 這個現在很多耶 我的是那個... 不是直接這樣提的 我的是像那個... 行李袋 然後行李袋上面就... 這是幹嘛啊 很重喔 太誇張了你 多少... 沒有那麼誇張吧 有重有重 那個應該只有15而已 11... 11.6 11.6 可是這麼小的行李箱 到底怎麼裝11 因為這個是... 對 有點誇張 有可能他盒就中 那個也還... 哇... 這幹什麼啊 都有他的... 都有他的作用啊 什麼作用 就是這個是... 就是讓自己很累 不會 其實這個就是Check in the bag 然後如果是你到飯店的時候 你不想要帶你所有的東西出去 或是什麼的 你就可以用背包 哇大哥你這個應該要9公斤耶 你就可以把一些東西放進去 這個不9公斤耶 那邊到底放什麼啊 因為這個... 這個也有電腦在裡面 所以那個應該是比較早 因為電腦可能是你要用... 這個還有相機之類的在裡面 所以... 如果你第二個9公斤 你就不能Check in 你就不能拿上飛機咧 不會啊 不會啊 超重的 拿上飛機只能7公斤喔 7公斤而已嘛 Carry on只能7公斤 真的嗎 真的真的 所以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我就會把一些這個拿出來 然後就放在這邊 那你這個不是也要Carry on嗎 可以有兩個可以用嗎 看你... 然後看你做商務上還是金金座 這個有差的 可是金雞我都是這樣子走 然後我都沒有問題過 因為有時候... 下次大家注意囉 凱傑進去看他 對 看到他特別穿一下 看到凱傑 對啊 好小 而且... 那個他穿這樣的話 不會被嗶嗶嗎 不會吧 我覺得他穿得好吵耶 從頭嗶到尾吧 這個就是因為要看你要去哪裡啊 如果是去什麼巴黎島 或是什麼的 你並不會這樣穿 是有機發言 只好是 會有人都有機發言 到底誰沒發言 所以... 這個其實我又是在這個包 因為這邊是有一個比較... 舒服的那個外套 所以上飛機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他換過來 如果要比較舒服 因為坐飛機穿這一件不太舒服 對 對 可是要上飛機的時候 如果是要去巴黎島 是什麼的 就是要耍帥啊 對啊 對不對 真的 因為通常老外搭飛機 其實他們都穿得很休閒 真的喔 他們都穿棉梯棉褲這種的 對 其實很少會穿這樣 像我會去女學 那是什麼的 我也是穿得很遊閒 像水衣一樣 可是是要看去哪裡 你如果去紐約 對啦 真的我也會這樣子 但是戴個睡衣在飛機上換 可能會 然後可能到目的地才換 對不對 換比較誇張一點的衣服 而且戴這個包的原因是 因為如果真的是你去那邊 你不想要戴北包 你要出去玩 還是吃飯 就是戴一個比較 風格的那個包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 然後如果回來的時候 你有買到東西的話 其實就可以分配在其他的包包裡面 所以你還有空間可以放一些東西 還可以分配嗎 因為一個11公斤 一個已經9公斤了 因為其實如果說 這個包很酷的原因是 它可以收起來 它可以 這個可以變成一個 像那個Rocksack那一種 所以其實這個也可以當Check-in的 在Check-in的話 其實一個包是20公斤的話 這個很合理啊 你這包包看起來很強欸 這個包包很厲害 請問飛機上可以帶雨傘喔 不行 飛機不可以 它有這種的 需要那個 這種的可以 因為沒有錢 像它這麼長的可以 它這個應該有在 還在就是勉強 勉強的範圍 因為它這是比較長對不對 這個非常好用 因為如果是你要把東西拿出來 像那個Check-in 你需要把電腦拿出來對不對 是 所以就上面就打開 就電腦了 好方便喔 太好方便 這個就是電腦 對 然後 你電腦好重喔 這邊也是有我的那個 相機的東西 因為有電池 所以電池 就是要放在帶上飛機的 然後就一個帽子啊 然後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是它 你幹什麼 這是什麼 欸欸欸欸欸欸欸 這個就是 我三歲的時候 我媽媽給我的一個玩偶 然後我來台灣的時候 她偷偷地把她放在我的行李箱裡面 然後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打開我的行李箱就找到她 好可愛喔 是不是喔 這個睡覺一定要抱 而且三歲到現在 對 不要摸喔 還有我的三歲的頭身 你摸一下吧 那上面應該有種味道吧 幾年了 然後 吳子龍水壺打開應該 一樣的味道 對 所以我希望說 我可以給她看一下 不同的那個國家 OK 帶她環遊世界 這樣 喔 把它收好 你說這個可以變成像這樣的包包 喔 把那個背帶放進去 然後這邊是這樣 然後咧 你可以把旁邊這兩個拉出來 嗯 好酷喔 這包包 嗯 喔 喔 喔 它是變形金剛嗎 可以 可以提的 超酷 超酷 所以這樣子 就幫它 這個很好欸 欸 它會不會這樣弄完 大概就check out了吧 不會 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變這樣 好酷 超酷 很棒欸 我剛說那個 送向飛機的那種 很棒欸 這個包包 杜莉你會買嗎 不會 謝謝 謝謝 還有一個東西 在它背面這邊 你打開 這個是一個 可以偷偷放那個鞋子 所以它不會把 很貼心 真的 欸 剛剛有人鞋子 拿兩個塑膠袋裝 對啊 對啊 這個其實是帶皮鞋 因為在這邊 而且設計得很好欸 對 可以 容量好大喔 對 這個SAMINIS 有一些需要用的東西 它還有耶 錢包 哇 而且很大的 它超多的 真的 它戴得好齊全喔 對啊 好想取它 去哪裡就這樣子 對不對 真的好棒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那個行李箱 這個行李箱 誰 這個 對不對 哇 馬卡 正確 好好看喔 每個東西都有自己的家 好療癒喔 真的 對 這個就是你的盥洗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 你真假啊 你出國會戴這個 彈力帶 蛤 這個我會戴 好專業耶 這好嗎 這個就是可以用這個 運動 在飯店的時候 最近就是真的很常出國 所以其實我的SOP 已經 已經cover好了 OK 然後這邊是一些上衣啊 然後我的 內褲之類的 就會放在一個 塑膠袋 然後這個是運動褲 應該如果是說 早上你要去跑步 或是什麼的 都可以去運動 扭在褲啊 然後還有T恤 我就會把它捲起來在這邊 然後各一個顏色 有 他們都捲起來耶 捲起來這裡就可以放個四件 真的啊 比較運動型的打扮 好省空間 然後一個這樣子的上衣 然後這邊就是 因為我們要去Paris嘛 Paris我們可能是會出去 晚上的比較高級的餐廳 要去逛街嘛 所以我戴一個西裝跟兩個 衫衫 這邊就是你整套西裝了 對 整套西裝 然後剛剛皮鞋就是放在這個包包裡了 對 酷 你超標準的耶 因為我常常都會跟大家講說 出國一定要帶一套正式的 因為你有點不曉得 你會不會被人家邀請 或是說 我今天想要去哪一家 比較好的餐廳去吃 可是他們都是有那種Dress code 所以不要隨便亂穿 OK 這是一個很齊全的 整齊的男生 處女座 處女座 而且你看他這樣子 要什麼還都用得到喔 真的都有 太棒 又過關啦 到目前只有一個人失敗啦 是是是 好 那謝謝 不知道是誰 謝謝凱傑 謝謝 謝謝 所以以杜力這個 這個就是杜力的啦 對 還是非常簡單的一個人 是不是 可是因為你的衣服也比較大嘛 這裡面放得下嗎 可以啊 而且你要想好 我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像他們都會把西裝什麼的 放在心理箱裡面 我不會 我會把 我比較重的東西 調在自己的身上 喔 沒錯 這樣子你 心裡就可以放很少的東西 像我的 屁鞋 屁鞋這些東西要穿啊 例如說屁鞋 筋拌勻啊 真的 就是要這樣啊 你這一段可不可以對著造群講 我跟他講話是完全沒有用 他的頭腦是有問題的 不好意思 謝謝 這個有一個問題喔 他穿西裝在那邊 你上飛機穿西裝不舒服耶 沒有 你就是把歪套脫掉啊 不會弄舊啊 對啊 換下來就好了 他脫下來裡面就是兩感衣啦 對啊 就很簡單啊 哇 欸 屁鞋弄得很棒 是不是 這是什麼 沒有 這是我的鑲鏈跟耳環啊 這是一個小技巧 我可以教大家的 你就是用一些飾品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才四天嘛 所以就是要你 就是弄一個褲子 那個扣子 那你可以把你的耳環 扣子 扣子 然後再把你的耳環塞進去 扣子好聰明的 好聰明喔 不會不見 對啊 修扣也可以用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放這裡的包包 你要找的時候 它跑到那裡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很麻煩 怎麼那麼聰明啊 那這個項鍊我是這樣子 這樣子弄的 保鮮膜 你看看 超厲害 這樣項鍊也不會壞掉 不會 這樣會不會跑打結 也不會打結是真的 對啊 好聰明喔 那需要拿去微波嗎 什麼 就不用加熱啦 你看 這樣子就不會打結啦 對啊 很聰明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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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目前看到為止 很普通的一招 很厲害 所以這張很聰明的 對 很聰明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 如果你要帶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子啊 他的對手都是什麼 吳子龍造群 對不對 對啊 就是差不多 這樣子拿衣服啊 那就是我 就是平常要用的香水什麼的 是 還有我的酒瓶啊 對 小酒瓶 小酒瓶這樣子 你一下飛機的時候 你不知道要幹嘛 什麼 坐計程車的時候 連無聊也不想要 跑去買一個大瓶的 就戴這個 喝一點點 So happy 你現在在喝了喔 真的有啊 你要喝一顆嗎 是維持雞耶 很好的拍子 好 OK 所以你會戴幾套衣服 就是四天晚上的衣服啊 因為我覺得像我 我們今天我戴了一個 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扭塞褲 那四件衣服 那如果你要穿真實一點 像他們剛剛講的 他又是八卷 味道真的很濃耶 因為這裡有穿 我們說我們就是要 真正的要出國嘛 真正 對啊 如果要穿真實一點 我戴了一個衫衫 因為我不會每天都去啊 就算就是 去兩四年沒關係 穿哪樣的衣服也沒差 都戴了一個外套 衣服啊 就這樣子 這邊你看 我覺得另外一個亮點出來了 這是什麼啊 火龍果 不是 不是 你出國帶火龍果幹什麼 不是 這是一個藍牙的那個什麼 喇叭 喇叭 揚聲器啦 因為我到了飯店的時候 我很喜歡播一些音樂 比如說睡覺的時候啊 要幹嘛 就是可以播一些音樂 而且他用火龍果的這個罩子 不錯 沒話講了吧 是 不錯 他這樣也不會一直裝造東西 那我覺得這些新男 他們都很笨 為什麼那個可以 然後塑膠袋不可以 真的不行 你不是塑膠袋 你是用水壺 對啊 塑膠袋可以 這個防撞啊 本來就這樣啊 很棒 但那這個因為 不要打開這個 這個已經佔了半個皮箱了啦 對啊 以後幫我們準備手套好不好 我今天 老實說我今天放這個 因為我的空間太大 我怕我的東西開始 一直動來動去 要不然你不會帶這個 因為我去峇里島 我不是要買東西嗎 峇里 峇里就算是峇里 峇里峇里 差很遠 峇里倒錯地點了 峇里倒錯地點了 還是我們是要去峇里島 峇里峇里島 對我做是以我一樣 還是淡水峇里 你這個飛太歪了 峇里跟峇里島 沒有 我就不會 就是因為就是要佔空間這樣子 然後平常 要不然你平常是不會帶這個 啊 我的天啊 不要再弄它 這是我的寶寶啦 不然你平常是不會帶它的吧 我不會啊 然後就是多大的一個鞋子 但是你會發現這雙鞋 很輕 有沒有 超級輕 這個比較重啊 這個很輕啊 這很輕啊 這鞋很輕 對啊 這樣子 如果說我在走路 這雙 死掉的時候 那你就是有另外一雙 那你會幫他扮傷你嗎 死掉了啦 濕 濕 濕 對啊 我的心理想像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那如果真的要買東西的話 我就是另外買一個心理箱 在當地 另外買一個心理箱 好有錢 不一樣 真的 你也知道這種感覺吧 都是自己戴心理箱 等一下 很重點的是 他那個比較內衣的部分 比如說 內褲 襪子 對啊 你出國為什麼要穿內褲 是我不穿嗎 你的內衣 你的內褲 時間到 你們要不要承認 你們出國會不會穿內褲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戴內褲 誰不會戴 內褲丟的三件最漂亮的 沒有 這個有可能是我的問題 因為只有我坐飛機的時候 會穿內褲 出了這個的時候我都不會 那你現在有穿內褲 現在是沒穿嗎 沒有 現在 你要看嗎 什麼意思 沒有 我平常 還是你找不到裝得下的 沒有 老師說我在台灣 眨什麼眼 靜紮不行 我平常不會穿內褲 真假啦 對啊 平常不會 但是我去工作我就可以穿啊 以示尊重是不是 工作 你在家裡 尊重誰 要給誰 你們在家裡會不會穿內褲 會啊 在家不會 你在家不會啊 你在家不會啊 在家要穿 為什麼在家不穿 就比較舒服啊 對啊 所以他沒有戴內褲 就是走自然派的啦 對 自然派 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可以在當地買啊 好髒喔 好買內褲啦 對 溫溫看不行嗎 這彈花心節目不能聊 可以啦 可以啊 過關 過關啦 杜力整齊 還滿整齊的 OK啦 三位評審覺得怎麼樣 可以 OK的 謝謝杜力啦 我們來看什麼 他以為 這是柯子培的啦 怎麼又是這麼小的 對啊 我覺得大家都好厲害喔 這比健身房的啞鈴還輕耶 對啊 而且這麼小 還是你裡面只有帶一套 美國隊長的衣服嗎 沒有 很適合 怎麼會這麼輕 你搞清楚 巴黎喔 不是巴黎島喔 巴黎十四度喔 十四度 十四度 六天四夜喔 對 怎麼會 是什麼 輕鬆一下 這是什麼 我的天啊 嚇死人了 超可愛的 是很可愛 但打開那一瞬間 有點漏尿 像說是十二五四五之類的 對 不好意思 這是安娜貝爾續集的那一句 那個是我的幸運的青蛙 你們記得那個 那個彼得兔 那個卡通 彼得兔 彼得兔 那是從那個裡面來的 有這一隻喔 我第一次去英國的時候 我買它 然後從那天開始 我的運氣很好 所以一直帶它 可是它的眼珠 怎麼有一點白內障 而且它頭有點發眉 欸 我們在法國也會吃青蛙 知道嗎 吃青蛙 然後你這邊是什麼 其實我有 我會戴十五件內褲 你戴十五件內褲 然後沒有戴衣服 沒有戴衣服啊 不是 你是要去那邊賣是 那你戴誰要齊全喔 因為萬一有杜力這樣的客人怎麼辦 你是不是比較容易弄髒 你是每一天都穿同一套嗎 呃 我在那邊賣啊 哦 所以我什麼東西 我會用信用卡解決 我那邊買東西 然後帶回來 哦 我以前買了很多東西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規定是六天試驗 對 那十五條內褲是 對啊 你現在一天去 怎麼用 一天去換大概三次 早上 晚上 然後如果 為什麼要換到三次 為什麼要換到三次 因為跟我們來說 這個部分那個衛生很 很注重衛生 對 是不是 愛乾淨 難怪我換 一天要換三套啦 去那邊六天四夜 就剛好十五套 他是這個意思 然後他的意思就 他就是每天三餐飯後 人家是吃藥嘛 他是換內褲 吃剩肉是不是 什麼形成啦 好啦 OK啦 所以你是一直說 肚立不注重衛生囉 到底你們是去哪裡 找來這些神經病 可是這個問題可以看醫生 要不是沒戴內褲 要不然就戴十五件內褲 不戴衣服 因為這些東西在那個 飯店不好洗啊 而且一定不會乾淨的 一定要有洗機啊 好啦好啦 那你自己戴洗髮精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我要給你們看 因為以前我如果出格的時候 買很多洗髮精啊 可能Cream這些東西啊 那個很好用喔 以前一直都在 這個部分一直在開 對 然後一起買東西 所有的東西 灑出來啦 對啊 我跟你講一個更簡單好不好 怎麼弄 就拿3M膠袋這邊貼起來就好了 沒錯喔 只要貼起來就好 因為胃子也是啊 都會漏啊 所以我都會戴褲子 對耶 但如果太熱 如果裡面太熱的話 它會還是會開 這個藏冷酥啦 對啊 所以不好用 噴出來 這個才需要用 OK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它四五件內褲嘛 但是一個襪子 這有一雙襪子 因為這個 這個可以洗嘛 所以說我們要搞清楚 有件事情 內褲 這裡到這裡 跟這裡到腳的衛生都不重要 但這一定很重要 對 對 吴欣珍 就洗到這裡了好不好 就結束了吧 好不好 到底還要鬧到什麼時候 如果褲子是長的 你 你可以穿兩天三天 內褲一定不會穿兩天吧 就不要穿啊 就是這樣子 就不要穿啊 你真的不夠熱 你到的時候在巴黎會很冷 感覺很冷 不覺得嗎 小胖 他戴十五條內褲 一雙襪子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的意思是這邊的衛生重要 但是腳的衛生不重要 還是說其實他這裡太怕冷 所以要一次把十五件穿起來 都穿在一起 不會吧 這個襪子 每個晚上會洗 那你內褲也可以洗啊 你用休息一定不會那麼乾淨啊 那襪子也是啊 襪子也是一樣啊 襪子細菌很多耶 巴黎用拖鞋好了 我去巴黎用拖鞋走 應該是說啦 柯子北去巴黎 他就是六天做的活動 全部都只有穿內褲而已 他沒有任何穿衣服的活動 什麼活動啊 你說的啊 你們都想得很清楚 好啦 就是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嘛 他就可能想說要出去買 去買衣服嘛 然後他有留了這一半邊 可以裝 可以裝青蛙嘛 這就是商業課程 對 商業課程 而且這邊還有位子 去買東西的時候 是 他們一個人沒有位子 對啊 聽說你有一次拿錯行李 我也有 對 以前我那個海港過來說 他要檢查我的行李啊 那我說好像沒有什麼問題啊 他打開 嚇到了 他問我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說我一個PlayStation 有一些衣服就這樣 他把PlayStation放在我前面 他說這個是你的PlayStation嗎 我說對 沒有錯 他說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我說真的沒有東西 不相信我 他帶我進去一個房間 還有三個警察來 一直盯著看著我 他說我問你最後一次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我說沒有 他把這個行李打開 全部的東西都是 性格好誇張喔 那他幾個海關跟講話 有在裡面跟你試用過一次嗎 沒有 我才發現 但是為什麼要有那麼多內褲吧 對啊 哦 非常誇張 對 我才發現我拿了 那個另外一個人的行李 但是我們的行李一模一樣 而且他們的PlayStation 裡面的PlayStation也一樣 沒關係 有性格就有性格 什麼啊 對啊 真的不是我的啦 沒關係啦 而且沒有很久以後有一個 一個人打電話來說他 他都心裡不見了 所以剛好他來 你還這樣安排這一個人 幹嘛 還發一個零眼一天又要800 對啊 真的不是我啦 沒關係 表姐你為什麼需要15件內褲了 對啊 都知道了啦 有的內褲 娃娃也要穿啦 沒有這樣 好啦 謝謝柯子培 今天看那麼多大家收納的方法 是不是偷學得到很多 真的 有一些行李箱也真的是很符合 今天這個裕群來宣傳 如果重來就把他請這樣炸掉 對 好 小棒 是 我的新歌已經發行了 如果重來 各大數位平台上都可以聽得到 希望大家每天幫我點10遍 好的 沒問題 恭喜我們寧玉群 也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Bye Bye 鴨子啊 他是真的出外型出到成金了 是 你這個是在重幾點啊 多少 我心裡箱真的還滿重的 多少 沒開啦 等一下 心裡箱本身就是重的啦 15 14多 15公斤 14 15公斤 15公斤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啊 可是因為我這裡面有一半是空的 你幫他拿一下 我幫他拿沒問題 一半空的 你還可以這麼重 還有15公斤 對啊 他的行李箱比較重 對 我的行李箱本身就大概6公斤多 這就是最 剛才 不要小看他這個動作 他已經把10年的健身都用完了 好啦 打開 可是你這樣子 行李箱重就是大忌啊 對啊 有些人會這樣子講 可是因為我自己 還有很多其他的收納方式 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了 是 對啊 你行李箱好好吃喔 上面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袋 這個不是 這個是 這是我很重要的精油的香氛袋 香氛袋 對 然後它裡面是火山石 那它點一次的話 大概可以撐兩個禮拜 我就不用帶很多的瓶瓶罐罐出去了 超香的耶 然後它這個味道是礦物的味道 那個石墨 好喜歡喔 剛好在法國可以買 法國的品牌很特別 是 對啊 然後我跟剛剛不知道跟誰一樣 就是喜歡東西都是一包一包的 對 所以我的東西都 它有這個袋子耶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整套什麼西裝 什麼可以放在裡面是不是 對 而且有時候我們出去外面住 什麼Airbnb 他們可能不會有比較好的衣架 所以這個自己有付就剛剛好 然後我另外一半的行李通通都是空的嘛 所以裡面就是會放多餘的空袋子 如果有一天你要買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它自己裡面有裝小的袋子 對 讚耶 它就是這樣啦 然後它剛剛講的嘛 就是要戴一套正式一點的衣服 很棒 這套婚傷其輕都可以用 通常都是去好的 你幹什麼東西 沒有 我只是跟人家講 就戴一個萬用 可以啦 所以如果是六天四夜的話 我衣服最多戴三套 就是上衣 不包含我當天穿去的那一套 然後兩件褲子就這樣 然後鞋子也是一雙球鞋 然後一雙高跟鞋 那因為這個時間去巴黎 我勸大家真的 東西 行李箱一定要打空一點 因為這個時候去 剛好會遇到他們一年兩次的 折扣 對 大打折 然後剛好現在去是遇到冬季的 所以大家東西千萬不要帶多 而且也不用想說要穿得很漂亮去 你看我們大家今天不含型男人 你前面剛剛看的誰真的是搖頭 我真的覺得趙群的有點超過 真的 他們去了法國他一定會後悔 後悔 而且現在這個時候三折到處都是 我跟你一樣也有帶多一個手提包 所以如果我買東西我也可以裝在手提包 好 那如果是有帶的話 那就好一點 可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配備 因為其實打包的道理 跟大家都差不多 可是去巴黎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一個觀光聖地 大家會去購物 難免都會 你知道變成別人寄予的對象 就是那些什麼小偷 要搶你的人這樣子 還好 因為他們都是寄予我的美色 這個也很危險 鴨子 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 好 好 沒有 我道歉 要不要好好聊 我道歉 所以就其他東西就不跟大家多分享 可是我一定要跟大家交這個撇步 就是出去的話一定要帶一個購物袋 這個我喜歡 這個是去 我去永樂市場訂做的 而且不招搖對不對 對 重點是你買了名牌或什麼 你就往裡面塞 人家看不到你買什麼 你把手放進去 這樣很像三角巾 幹什麼東西 可是這個如果人家要偷的話 也是很容易偷走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因為通常我們如果去幫 我知道 我知道 也可以啊 偷不走啦 他什麼時候要上菜 沒有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對啊 這個不錯 其實他這個不好偷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軟軟的 而且很深 因為你手要伸進去不好伸 所以以你多年行切的經驗 所以這個東西是OK的 然後就是東西都藏在裡面 這樣人家就看不到你買什麼之外 我覺得外套真的不要買那麼多件 也不要戴那麼多件 就穿一件休閒跟正式都可以了 而且我跟你講 去巴黎就是要穿這種大大的 因為你包包才能塞在裡面 是 你可以背在裡面 對 對 然後你再疊很多衣服也看不出來 沒錯 所以我的打包只有這幾個步驟 每個東西都有一個自己的家 然後東西就是帶可以多用的就好了 嗯 沒錯 好的 嗯 OK 我覺得你帶來得非常好 因為他出國的經驗 很棒啦 對 而且我覺得這行李箱很優秀 浴群的行李箱也是很大一個 史上最大行李箱 這個好 很重嗎 還好的感覺 十六點五 OK 還行李箱 差不多 對 行李箱 搬下來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也是一半都是空的 好 這個還滿輕的喔 對啊 小心 小心 小心腰 哇塞 欸 你腰這麼弱你老婆知道嗎 怎麼 我真的欸 從頭搬到尾好不好 才兩個 我們行李員是會累的 OK 那邊 哇 哇 大概有看到了 我覺得是很整齊耶 對 不能生病 香水 但你的頭咧 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放 對啊 這是會帶藥品 然後都是藥品 我真的藥品帶很多 因為出去不管是工作室玩都很怕那一個 真的 有時候水土之痛啊 真的會玩耶 好久沒看到他感冒藥 對 刮鬍刀 這個藥啊 這一定要的啊 然後這一個就是什麼什麼 有時候逛街太累了 然後可以噴一下 激熱啦 我現在就是要用啦 搬了那麼多 不虛擬 對啊 你會帶藥品 難怪他剛剛就說 奇怪 這些老外怎麼出國都不帶藥品 對 因為我就很怕 真的是 當地有什麼狀況 你們不會嗎 我會帶很多藥 都會嘛 我會帶小朋友的啦 都不會喔 那種是胃藥 然後頭痛藥跟感冒藥 腸胃藥都不一樣 對 對啊 也是 然後這邊就是滿滿的 沒有 因為有時候 沒關係 因為有時候帶那個 我是帶一條浴巾跟一條洗臉 因為有時候到飯店 有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那邊的 乾不乾淨 因為我曾經就遇到過 有飯店裡面 然後我就拿起來一看 有血跡 蛤 對啊 所以說我就 我確定他不是吃了火龍果嗎 我真的 我不是 好恐怖喔 但為什麼 借過一下 好嘛 誰吃火龍果 然後用毛巾去擦 不小心啊 什麼不小心 對 所以說我從那一次經驗之後 我後面都會帶一些 比較自己個人的清潔用品 OK 對 然後基本上我也不太多的東西 但我比較特別 應該算是這一台吧 你知道他像那個水氧機 小水 攝帶型 這幹嘛 這水氧機 就是裡面我有放很多的 就是燒水可以泡泡麵是不是 不是 其實我滿推薦的 尤其像帶去日本 比較乾燥的地方 它可以當家室器 對 可以當小夜燈 對 所以說我要帶很大的 因為我其實喉嚨很怕乾 在唱歌的時候 對 然後我就會有帶各式各樣的 因為現在有這個 但是是大概這麼小一個 誰先攝帶的 有有有 這個還可以幫人家按摩 因為有耳朵 沒有 這個太純了 那個不行啦 怎麼樣 會受傷 這樣胡鬧的基點耶 胡鬧你 按摩沒有錯吧 沒有 這 因為有時候進那個飯店 有時候很怕它會有一些 什麼潮濕的味道 或是煙味 所以我每次就一進去 我就會把這一個 就是開到最強 然後讓它整個裡面的磁場 跟味道是適合自己的 這很棒耶 因為小朋友去那種 比較乾的地方 很容易流鼻血 這個很 或一直 對 所以我裡面也放了很多 就是棉球之類的 我以為棉條 對 棉球 因為 流鼻血 對 流鼻血的時候用 因為一般衛生紙它會黏嘛 OK 對啊 然後我自己很熱很怕 帶小風扇 影響 對 藍牙影響 然後瓶瓶罐罐 你那個影響要用火龍果的套子 我覺得那一招滿好的 沒有 因為我都是直接把它塞 就是一面都塞滿 讓它不會碰撞 然後另外一面就是空的 用衣服包 對 我就是可以放很多就是 我這邊全部都是空的 這邊幾乎是空的 這邊就是空的 只有戴一個帽子 然後就是唯一一件外套 就是羽絨衣就這樣塞在裡面 聰明 才不會變形 對 對 也可以 帽子也不會變形 對啊 還不錯耶 也是好理性的打包 很理性 那你有戴內褲嗎 有啊 這邊 沒關係 沒關係不用拿 OK 怎麼樣 有一點毛球 對 還是要顧一下他的心情 OK 好 好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及格 這個很棒 很厲害 他帶 你看 因為他是專業的歌手 他就是要帶這個東西 而且他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我覺得很敬業 因為歌手一生病很麻煩 對 他要保護好他的喉嚨 就像那個美國隊長 他戴15條內褲 他就是要保護好他的喉嚨 個人衛生 好 謝謝小胖 謝謝 我這個有點重 是怎樣 名牌 這是名牌 可是看起來好 好精緻 精巧 應該超重 我覺得 多少 我自己都不知道多少 19.5 什麼 最重哪一個 我覺得 因為本身要緊繃 因為他這個殼本來就很重 對 他箱子本身就重 他本身就超重 行李員 好 我跟你講他真的有點重 我有點不好意思 請你抱歉 不會啦 唉唷 他大人大正 可以嗎 真的很重 你們的行李 你們那個 空姐的行李箱有限重嗎 呃 其實空姐是比較 那個 Range比較快一點 你給我說出來 你看看這一行 是什麼黑暗操作 什麼樣的Range 我們想要聽 對 就是幾公斤 他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可是我看你們是不是 拖都是 那你們行李導演已經拖勻了嗎 我以為你們都是 那個黑色的那一個 一個拖的那一個 我們是飛長城才可以帶大箱 一般的話都是帶那個小箱子 但是你們飛長城 比如說飛到巴黎 你們會待幾天嗎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公司是沒有飛巴黎 但是我們有飛倫敦 要轉過來 等一下 要轉一下 是滿的 我跟你講 我整個超滿的 天啊 很滿的 超級誇張 你誇張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 你都還沒去巴黎 你帶一些這些幹嘛 你P我啊 蛤 因為我設定的是說 你知道巴黎很漂亮 很適合拍照嗎 所以我們去 我們就想說 我們就先要去瘋狂拍照 我是不是可以跟那個誰造群一起啊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帶了各式各樣的鞋子 然後像現在冬天有靴子也要戴 然後有平底鞋也要戴對不對 然後高跟鞋 我都有戴到 妳是誇張 那你去到底怎麼買東西啊 如果要再買的話 我就再買一個箱子 而且那個 你一回來還關於看 全部都是這些精品 不找你找誰 我真的都穿過了 你看下面都有那個啊 我穿過的 不管 照樣瞌睡 你不說我真的以為是 已經回來了 對啊 買的對不對 以為是專業代購 我真的是 等一下 我東西真的有點多 首先呢 我先來介紹一下好了 要介紹什麼開始呢 可是你也是一袋一袋都會弄嗎 對 我也是一袋一袋的 這個的話就是腳架 這個很 這也是可以就是伸長 但是問題 你專業腳架 你穿得漂漂亮亮的出去 採個高跟鞋 你怎麼戴專業腳架啊 就是 拿一個購物帶裝 還是你叫玉群幫你拍 你再幫你那個造群拍 沒有 因為你知道 我們自己出去很常是一個人 所以你就要這個腳架幫忙 因為看起來就很像男友視角 很像男友幫你拍 可是其實你是自己一個人 那個我覺得很好用 其實很淒涼啊 有一點 怎麼樣 對 有一點淒涼 怎麼樣淒涼啊 怎麼樣啊 怎樣 沒有 造群會幫 怎樣 造群會幫他的忙 淒涼怎樣 還有什麼 好 我介紹一下還有什麼 像我也是會帶那個啊 藥 藥我也是會帶 是不是 一定要帶嘛 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在日本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會用這個 這個藥就是很厲害 什麼痛都可以吃的 對 然後還有 心痛呢 還有 還有 哈哈哈哈 可能要找小亮哥 要不要開另外一個單元 不要 然後另外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感冒藥 就這個也是 你只要一有感冒的症狀 你吃它 你就可以立刻恢復 出國真的最怕生病 很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我有群麻疹 哦 藥一定要帶 然後這個也是群麻疹的藥 也是在日本買的 其實日本真的有很多 這很有效 這吃會怎麼樣 就吃了就不會癢了 然後就會 就會那個 小了 對 這個還不錯 像是它沒有含那個什麼 對啊 什麼 好 送你送你 那有在這邊買嗎 淚固醇嗎 淚固醇 對 它沒有含淚固醇 沒有含淚固醇 這個很重要 對 然後我那個帽子跟那個 浴裙一樣也是 裡面也是有放了衣服 因為我這次不是都要穿得很誇張嗎 所以你看我都戴一些很華麗的衣服 性感內衣 這是什麼 這幹什麼 這幹什麼 這是洋裝啊 欸 這些 14度你穿這杯刮濕你 出去外面嗎 沒有 你站外面 我站外面給人家看一下 這件很美耶 蛤 14度耶 很美 我有大衣啊 真的外面套一件大衣 所以柯子賠的機票 是你贊助的對不對 這件很美耶 對 這超美的 重點是我 因為我新買的你知道嗎 我現在有點拉不起來 有一點拉不起來 太小件了 然後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對 然後這個也是啊 就是一些你知道 很浮誇的 你到底要去幹嘛 浮誇的 浮誇的洋裝 不好意思 我們14度耶 14度耶 我覺得我真的很荒唐 我是不是今天最荒唐的人 戴這些東西 很漂亮 但是什麼 法國的巴黎 還有 還有 等一下 還有 巴黎怎麼樣 怎麼樣 這是法國的巴黎 不是巴黎道 真的 這個很漂亮的衣服 真的 但是 不是 你們看 你們忘了 台灣很熱 真的 法國十一日的時候很冷耶 可是他穿這個外面套大衣 到底是那個東西啊 你看我用那個真空袋把它裝起來 這是我的大衣 它超大件的 要不要打開來看一下 不用 我怕你壓收不回去 好 好 那就算了 這個 然後就是 反正我都會用真空袋裝 你們空服員應該有一些 你看 大家 超厲害 妳是要去結婚是不是 這幹什麼 這是什麼 這件我要打開 給戴婚室 這棉被 這棉被 這個也是超厲害的 這裡面有兩件 兩件 你看我把它裝成這樣 這是什麼 這很美 這就很適合在巴黎天堂前面拍照 很好看 這超美 好適合你 動動的會不會冷 這會冷死 它就是有大衣 就是有大衣 你就是要用大衣披著 然後當你到那個目的地的時候 你趕快把它脫下來 拍完美照穿回去 對 這件超美的 這件超美的 好適合感恩節 去聖誕派派對就可以帶 你去六天失業 你帶了四套管理服 我覺得我有點誇張 我也是有平常的衣服 這邊也是有一點平常的衣服 也是有啦 也是有兩件 對 平常 到底是怎樣的洗手 沒關係 不是 你可不可以傳授一下 因為空服員聽說 有專業的一些 收納的一些手法 有 是不是可以傳授給我 還是只有你 這個空服員會戴這麼多晚禮服 沒有 就是我自己去玩的時候 如果我執勤 我就不會這樣子 就是我會把瓶瓶罐罐 用襪子把它套起來 不好意思 哪一個出來 就像它是化妝水 可是我會用襪子套住 因為它這樣子的話 就是比較不會去撞到 然後如果說像香水 因為其實香水通常都是最多是玻璃瓶的嘛 是 我自己會把就是它的盒子留下來 因為它盒子裡面都是卡剛剛好的 它不會 不會有空隙 不會有空隙 對 所以說它就是比較不容易打破 因為我的那個香水破了很多管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就還不錯 反正我都會用就是襪子把它套起來 像剛剛那個小胖 像它那個沒有蓋子的那個香水 那個就很容易破掉 因為我有一次也是放跟小胖差不多的方式 放在那個夾層 結果它就破掉了 它可以拿個檳榔盒把它套起來 是因為太多東西了吧 你要就關起來的時候它就被壓 對 它就被壓了 那你的那個耳環戒指有戴嗎 有 然後我像這個 這個裡面是我一個 就是這是藥盒 對 可是我把它拿來收納就是耳環 藥盒不錯耶 好聰明 然後這個是 這個大家看它是一個小的珠寶盒 杜莉 妳看一下好不好 對 我沒有那麼多耳環 可是它用鈕扣也滿聰明的 對 它那個其實我覺得滿厲害的 因為我沒有想到有鈕扣這個方式 是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比較浮誇的耳環 比較大手 因為像它的話 大耳環就放不進去 所以我就買了另外一個這種隨身的 這個OK 對 然後它就可以放很多 像它在兩層 所以是網路上買的嗎 對 網路上買的 好容易耶 小珠寶盒這樣子 還有兩層 我的天啊 是不是很方便 還可以放戒指 還可以放戒指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覺得很 滿實用的東西 跟杜莉講一下 她沒有戴內衣內褲 有啦 有 前面不穿的 妳都讓她過了 這真的可以開嗎 沒有 妳女孩子的 妳就別開了吧 就別開 還是我們還想要看 我們還想要看 你不穿內褲的人 我們要確認一下 她有沒有戴 不好講話有沒有 還是妳看車子陪著 不好 有 有有 可是她那邊真的 這很棒 這收納袋是專門在收納內衣 內褲的 好認真 女孩子自己看的 很厲害耶 是不是很棒 是不是很棒 就是她一層一層 一層她已經放好了 對 她這個收納很不錯 這個袋子好讚 我還有一個這個厲害的東西 這個 這個的話它是 我可以把它拿出來 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就是 我們如果去外面睡飯店的時候 很常我有遇過 妳把床單打開之後 發現裡面有頭髮 或是血跡 對 或是血跡之類的東西 那它這個就是 它是那種純棉的 然後覆蓋在床單上面 妳自己帶床單 對 蛤 妳帶一個床包出去喔 妳這樣怎麼當空姐啊 不是 它不是床包 它就是一個鋪的而已 空姐就是要垃圾垃圾 垃圾垃圾 妳到哪裡到處去 她很優秀耶 它就是一個 一個 不是這個 它就是一塊布而已 就是一塊 然後妳就把它鋪上去 有點像什麼保潔墊 對 它很方便耶 它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就把它掏上去 就可以直接睡覺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不錯 我跟你講這東西很好用 而且它這邊也有暗扣 也可以收納 對 也可以收納 這很好用 這就是妳平常自己出去 會帶的東西對不對 對 我自己會帶的 我覺得妳很可憐 因為妳飛過巴黎四天的時間 妳帶那麼多衣服 妳白天拍照 晚上Photoshop 妳都沒有在Enjoy巴黎啊 有憑妳一天出國旅遊 一天換三次內褲辛苦嗎 對啊 人家就是拍內褲不行 她等一天換三次內褲 她等於都要回飯店 妳都不能跑遠 這女生如果真的是女朋友 這樣子手心裡出國的話 我不會想跟 就是要等攝影師嘛 所以她都是自己人去啊 所以我就帶腳架啦 我自己來 自己來 就不用麻煩 每個人都可以一起去 每個人出國 都有不同的這個需求嘛 是 只要心裡不操縱 不好意思 妳手上那是什麼 不是 因為我剛剛拿了 這個凱傑的 然後從我的裙子 我剛剛想說什麼東西啊 放太久了 會掉地上的錢 我的心裡少了一公斤 她的美金還她 好 我今天還她 好 謝謝寶恩 謝謝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有我們的動力在嗎 小心 Corn Screen